用快筛式子戳鼻腔 频频打喷嚏 周一开工日 台电大楼所有员工 集体在门口等快筛 因为这回病毒 攻进位于台北的总管理处 根据了解 确诊的台电员工尚未裂案 平时在低楼层部门办公 清明廉价后 4月6号开工 才上班第一天 周英家人确诊遭匡列隔离 也幸好他只有在4月6号这一天 进入上班场所 因为4月9号裁剪确认阳性 台电接获消息 立刻启动全员工快筛 周一上班仅开放单一出入口 每一位员工都要领快筛试剂 拿到这一张阴信证明 才可进入公司 台电回应 总公司从地下三楼 到地上二七楼 已全面清销 超过两千名员工快筛 截至十一号上午十点 全数阴信 去年八月中下旬 台电就曾爆发群聚 这回成了第一个总公司 全体快筛的国营事业 快筛成了企业管理保命符 医师黄轩建议民众自行快筛 有四个最佳时机 包含有喉咙咳嗽 流鼻水等症状持续三天以上 足迹重叠和确诊者 在同一个空间或常在高风险地区活动 但没有症状最好都要快筛 如果你是无症状 刚好过了两三天以后病补量增高 那你急快筛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阳性 本土疫情持续在社区间延烧 这回烧尽国营事业 全民防疫严正以待 九州天下展员3G台北采访报道 水神抗菌液呢 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